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些這個regulization的technique 那他基本上做的事情是試著要去incorporate一些private knowledge 好,那我們先講這個manifold regularization 那我們知道的是incorporate這個private knowledge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去improve generalizability的技巧 那因為你有好的private knowledge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讓你要train的model更make sense 更符合你,更貼近你這個domain的需要 那有沒有一些除了現在neural network用的private knowledge以外 那還是蠻common的private knowledge 我們還沒有用,然後可以派得上用場的呢? 那有,就是manifold 我們現在neural network目前只用的private knowledge 大概就是比如說這個x可以被represent成一些hidden representation 對不對,那這個represent基本上是distributed的 而且是multi-layered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那這還蠻general的 那有另外一個其實沒有那麼general 可是也蠻general的這個private knowledge 那就是manifold 好,所以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manifold 好不好 那,我們發現 在很多應用裡面 這個 很多這個data 在同一個class裡面的data 它基本上會坐落在 或說會集中在一個low dimensional的manifold 那什麼是manifold呢? 我們用這張圖可以來看一下 比如說你原本有一大堆image OK,一大堆image 那這些image呢,比如說它是100x100 所以你這個image的維度原本是1萬維 可是你仔細去看這個image 這個image如果它是長的是像這個樣子的話 那它就是一堆人臉 然後在不同角度 所以你會發現呢 其實呢 有一些image 他們兩個呢 其實是很近的 所以很近就是說 你可以做一點點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你就得到另外一張image OK 那一個manifold是什麼 一個manifold 基本上它代表的就是一個空間 這topological space 這個你不用知道 真的知道是什麼 基本上它就是說 它是一個原本的空間 一個low dimensionalmanifold 基本上就是一個空間裡面的一個直空間 可是這個直空間呢 基本上它形狀呢 並沒有定義 它只定義什麼 它只定義說 當你今天局部去看這個空間的時候 這個topological space的時候 它局部是linear的 OK 那這個就叫做這個manifold 好 所以我們舉例來看 就是說如果今天在這個 100x100 這個1萬維的空間裡面 我可以把manifold畫成這個樣 就是說這個manifold可能它的形狀呢 是彎彎曲曲的 OK 可能是可以實際上是 是在1萬維的空間裡面很複雜的 OK 但是呢 當你今天局部去看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講 當你局部去看 比如說看這兩個圖片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一個很強的這個線性關係的 OK 因為這張圖跟這張圖 你就稍微比如說 往左邊移一點 OK 那可能就可以得到跟這張圖很像的圖 就他們這邊在linear來看 這個similarity很高 OK 可是呢 僅此於此 就是這個linearity呢 是只限於local neighborhood 就是只有在一個點附近 你每個點附近看 你都可以看到 它跟周遭的點是 是可以有linear的transformation 可是如果遠一點的話 就沒有這個性質 比如說你看這張圖 跟它很遠的這樣 比如說像這張圖 所以這個是正連對不對 這個是側連對不對 那你很難 就可能就很難找到一個 這個linear的關係 去對應他們之間的pixel OK 所以這個跟這個關係 它並不是linear的 不過呢 它可以從這個linear的關係 推到這個linear的圖 又透過linear的關係 推到這個圖 然後再透過linear的 推到這個圖 然後漸漸的走走走走走 然後走到最後是這個展現 所以他們還是落在同一個manifold裡面 他們可能還是同一個class 比如這個class 就叫做這個人的人臉 比如這個人叫做Bob 那就是Bob的人臉 然後後面有一個另外一個叫做Alice的人臉 whatever 所以這個就代表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的這個dataset 那這個 如果他們屬於同一個class的話 那這個class 這個dataset其實 你可以把它想像 它其實是在 座落在這個 這個一個 某一個或是多個這個 low dimension manifold裡面 那這個當然不限於 僅在這個image 不過你用image想 用image看的話 就還蠻明顯的 這樣子 好 那manifold有什麼特色呢 有什麼特徵呢 那它有一個很好 很有用的性質 就是說 你如果描述個manifold 那你去看就是說 在manifold上面的 任何一個點 OK 任何一個點 其實你都可以 對這個點去定義一個 tangent space tangent就是 就是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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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切切切的意思 那tangent space就是這個 跟它切的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 其實它是span by一些 所謂的tangent vectors OK 所以我們 假設我們把這個 manifold拿出來看 好不好 那假設這個圖片 它是一個9 這樣子 那這個9 class呢 就是 就是9 那這個9 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9其實 你把這個9 往上移一點也是9 往下面移一點也是9 往左移一點也是9 對 往右移一點是9 所以它可以做個translation 可是這個translation呢 基本上 你都會得到一樣的class OK 所以這張圖片一樣 假設如果它是在100x100 它是在1萬尾空間裡面的話 你知道沿著translation走 那你可能其實只會在1萬尾空間裡面 follow某一個非常low dimensional的一個方向 或是幾個子空間這樣去走 那這個叫做translation 對不對 然後呢 在每一個走的這個path上面 你都可以對它畫個切切 這個切線就是說我要從這個點走到下一個點 或是走到非常臨近的點 動一點點 那我到底要動什麼呢 它的切向量 那這個切向量還是在1萬成1萬尾空間裡面 所以我還是可以把它畫出來 OK 可是這個切向量它 它就會變得是很簡單 就是它直接告訴你這個點要走到下一個點 那哪些是要變黑的 哪些是要變白 這樣子 OK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向量呢 它絕對不會spam到整個1萬成1萬尾的空間 它基本上是非常low dimensional OK 那我們把這些切向量 像我們現在把它project到二維平面 可是如果在高維度空間 其實這個切向量可以有好多個 那這個切空間其實也可以是high dimensional 只是沒有像真正原本的data dimension那麼高而已 OK 那這個時候其實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說 這個class 同一個data class是在一個manifold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每一個data point 我們可以 可能可以拿到一個這樣子的tangent space 跟tangent vector OK 那這個是manifold的好處 好 那如果有這個manifold 大家了解manifold之後 那接下來就來問一個問題 那我怎麼樣把manifold的private去model 進去我們的neon network裡面呢 各位不妨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model說你今天的data 是同一個class是follow同一個manifold 那你可以怎麼model它 好 那這邊有一個還蠻簡單的技巧 就是我們知道如果今天這個x呢 它基本上這個data set它發了一個manifold的話 那我可能可以在每一個data point 我都拿到一個tangent vector這個v 對不對 那對這個xi我就可以拿到這個vij 那這個j可能有多個這樣子 好 那我可以用這個tangent prop的方法 那tangent prop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在這個cost function 我要去解這個問題裡面 多加一個penalty turn 就跟way decay一樣 我加一個penalty turn 去penalize我要tangent這個f 那這麼我寫成的是functional form 好那它希望這個f有什麼性質呢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我希望這個f呢 對x去做gradient 不是對這個parameter 是對x 不是對w 是對x 對x去做偏尾縮 得到那個規點 要跟每一個在這個點上面 在xi這個點上面 的tangent vector 要正交 ok對 因為你今天對它是對它transpose 跟它相承 然後你希望去minimize這個penalty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你就希望這個f的 沿著這個x走的這個規點呢 好 要跟v是越垂直越好 對不對 好那你先希望跟它 越垂直越好 代表什麼意思 gradient代表什麼意思 gradient是那個方向走 沿著那個方向走 f的變動會最大 對不對 所以你希望沿著f變動最大的方向 現在是跟v正交的 那換句話說就是 沿著v的方向走的話 f不要變太多 同意嗎 同意好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你有了這個penalty之後 那你基本上就是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讓這個f呢 它是local constant at xi 可是只有local constant at xi along那些v的direction 不是所有direction 只有沿著v走 這個f要是local constant 可以嗎 可以 或者是我們可以說 我們讓這個f呢 沿著這個v走是smooth的 OK 好 所以基本上 這就是tangent prop的概念 那至於細節之後我就不講 各位可以去看看這個paper 好 那比較有趣的問題是說 老師那 你現在假設是有這個v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怎麼拿到這個v 好 事實上是這樣子 這個v的話其實在某些application上 好 其實是不難拿到的 你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說 比如說在image裡面的話 好 那你如果原本就可以做這個data augmentation 對不對 好 那你就把它augment看看 然後把augment那些data 跟原本的data去算個delta 那那個delta就是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是這個tangent vector OK 好 那或者是這個v呢 可以是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認出來的 OK 那這個的話我們在之後 如果有機會講到這個autoencoder 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提一下 就是怎麼用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去認到一個manifold 這樣子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一下 就是說 除了這個我們去incorporate 這個manifold的這個private以外 好 那其實我們還可以去incorporate 這個domain specific的private OK 好 那通常 通常如果這個domain specific的private 好 如果你incorporate這個manifold做得好的話 好 它通常會非常非常有效果 好 就是相對於其他那些general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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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方法 像vdk 這種比較general的方法來講 好 那如果你的domain什麼manifold incorporate 那真的incorporate進來 對你這個domain來講 它的效果是會很好的 好 那這個當然不意外嘛 對不對 因為mathology就是你越general 它就 它就assume越少 那你如果今天只針對你的application 那你去incorporate private 那如果你做的是對的話 好 那其實通常效果會非常好 好 那 主要好的原因就是 基本上你的f 在這個domain來講 就會make sense 就是你認到的那些parameter 好 基本上對這個application來講 就會是對的 所以就直接在learning 就完全把那些 對你這個domain來講 不是對的那些parameter 就無視了 就不用花時間去找它了 所以你的initial point 會很好 你的decent的過程 也可以完全避掉 那些跟你這個domain 沒有相關的 所以你認到了這個function呢 quality 就會對你這個domain來講 很好 OK 那甚至在某些情況之下呢 你如果有一些domain knowledge 它其實可以simplify 你的model 因為你的model 就不用這麼general OK 那不用那麼general的話 說不定你 比如說你的 這個neuron的個數就會變少 你的weight就會變少 那還可以加速這個training OK 所以這個是算是一魚兩吃 這樣子 就是同一時間我的performance generalize video會更好 然後而且我training time optimization也可以做得更好 OK 那當然這個就是說 你要真的有這個primor knowledge 你要懂得怎麼model進來 所以這個東西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是domain specific 它不general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幾個case 就好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說 general來講 來討論 那不過 各位還記得這個work to back 對不對 work to back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example 它是去試著呢 在這個 這個work embedding裡面 利用這個work的這個domain knowledge 對不對 就是說 如果兩個work是 是類似的話 那他們應該常常出現在 同一個context 像一個句子裡面 對不對 而且他們是interchangeable 對不對 就是我講的是 A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A跟B的性質是很性的 我可能也會用B怎麼樣怎麼樣 去講同一件事 對不對 那A跟B就可以interchangeable interchangeable interchangeable的話 我就可以用work to back 然後去lum 就是比如說 中間這個字 要pretate它周圍的字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了 那這個基本上是個skidgram model 那還有一個叫做 continue back of work model 不過anyway 因為我要講的我要表達的是這樣 就是說基本上你在看 回想一下你們在train這個what to back 的時候 其實這個weight 看這一層的weight 當然我今天要從這個字 去predict它的上一個字 或是上上個字 或是上上上個字 或是上上上個字 或是下一個字 下下下個字 下下下個字 ok 這個weight 其實是針對每一個字 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三個我雖然畫三個 w plus 可是它其實我只認一個而已 只認一個w 然後用在這邊 也用在這邊 也用在這邊 對不對 ok 也就是說這三組weight 其實被tie起來了 這是標準的wait time 對不對 這個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不過這個weight time 就會有個好處 就是 那你就不需要去認這麼多的w 你不需要認三個w 你只要認一個w 就好 ok 所以這個weight time 不只在這個domain來講 有它必要的邏輯上的應用 就是你必須要確定這個word 這個w一定要是這樣子做 那你才可以說 這個同樣的字進來做 predict下一個字 是一致的 對不對 但是它就可以加快我training的速度 因為我weight的變少 ok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在這個image這個domain裡面 我們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用fully connected layer 那基本上接的是這樣 接的 假設你是input 那你是第一層的hidden neuron 那基本上weight是這樣 對不對 那這個neuron 如果你今天希望它認的是一個pattern ok 比如說你希望認的是一個眼睛 好了 那其實你會知道說 其實這個眼睛可能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也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全部這樣接呢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你應該怎麼接 你應該讓這個neuron接到一個小小的範圍 然後這個範圍呢 去掃這張圖片 比如說從這邊這樣掃 然後再來掃 再來掃 這樣 所以你可能掃到這邊的時候呢 那你就發現了 看過一次眼睛了 然後掃到這邊的時候 又看過一次眼睛了 然後你會發現 有這種形狀呢 會 這個wide label 會常常告訴你 是人臉 所以你的這個neuron 就可能會把這個眼睛 當成是一個是人臉的一個重要 feature ok 因為你掃過兩次了 ok 所以 我可以把weight 從這麼多縮到這麼小 ok 然後效果呢 可能做的反而比原本還好 所以我的weight的個數又降低了 ok 然後呢 我weight的個數 或者是你weight的個數沒有降低 我就可以认很多neuron ok 那一樣它去detect不同的這個pattern ok 那我performance可以很好 ok 所以 either你可以做到 這個 這個 generalizability 提升 ok 那或者是我可以 讓我的這個neuron的training 速度 變得更快 或者是both ok 那事實上在convolutionneuron 你通常是可以拿到both 你可以train一個很大的image 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基本上你要train一個很大的image 是要train非常非常久的 performance也不會太好 所以這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告訴你說 你這個時候 比如說你把這個domain的這個 prior knowledge incorporate進來 像這個case就是說 pattern是location independent 對不對 可以出現在這個location 可以出現在這個location 那這個時候 你把它incorporate進來 就有可能 魚與熊掌間等 這樣子 就是generalization也變好了 然後performance也變快了 這樣子 那convolutionneuron network的話 我們之後會講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後面有一些reference 開始 好